尽管火事已经处理完毕 但消防队员仍上到二楼 确认一切安全后 才开始在商场内整理器材 准备收队离开 只是看看商场外部构造 越来越眼熟 原来这里就是台北大巨蛋园区内的商场 几个小时前旁边还正在举行终止赛事 商场动二楼机 这个通常机房的部分有起舞 那他们有尝试用面火器去做扑面的动作 但是火事没有办法继续扑面 它烧的状况没有很大 就是烧一些里面一些电气的 前往处理的消防队表示 他们是在周五深夜11点多接到报案 花了约10分钟扑面火事 燃烧面积约一平方公尺 初步判断是电气因素酿祸 现场没有人员受困 也没有受伤的情形 由于发生火警当下 赛事已经结束一段时间 影响相当有限 加上火事面积不大 也很快就处理完 因此初步判断 周六下午的乐天中心之战 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新闻周五报导